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花蓮世照会 有证明弟兄 主耶稣 何等奇妙的恩典 回顾这十个月 训练生活 使我在各方面都有成长 我得救只有两年 每一门的核心课程 就像属灵大餐 让我这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我就尽情地享受这些丰富的供应 所以我的生命就逐日地长大 所以我今天我才有办法 在各处无论做福音见证 或者是在这一周里面的福音开展 到处里面的佩搭去开展福音 我都操练我自己 我能够平临为主说话 而且只讲主的话 感谢主 你不仅让我的生命可以逐日长大 你连我的生命里面的性格 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生活里面 我完全被破碎被对付 过去我 他是一个急躁的 他是一个高傲的 而且是非常松散 但是我现在 我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供应和享受 我所有的任性 妄为 自我的 这所有的一切 都渐渐的被破碎 感谢主 你让我在这个壮年班里面 这样的训练 让我天天被对付 到现在我还在被对付 我还在被破碎 所以呢 我现在在福音上面 我不仅是让人家得福音 不仅让他们受尽 我更有负担 我要能够把花莲最着重的 生养教劍 我能够把他们变成一样 我们是灵力火热的福音祭司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 平安喜乐 康壮有活力 很高兴的看到弟兄姊妹 我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说 在训练将有变化 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里讲到说 不要模仿这世代 反料借着心思的更新变化 叫我们验证 何为神那美好 并存全的旨意 因为我们人 这个混有分三个部分 心思全感益智 在我还没去壮年班以前 我的这个心思 是非常的不稳定 总是会胡思乱想 经过这个 壮年班的信念 一直被神的话过程 然后这个心思就慢慢的稳定下来 然后在壮年班这里 我要分享两个点 对我的蒙恩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在这个祷告方面 以往我不太会祷告 也不知道怎么祷告 但是在参加壮年班训练 他有分早上起床以前 祷告15分钟 中午睡觉起床以后 祷告20分钟 晚上要睡觉以前 再祷告20分钟 还有自己个人全身遗嘱的接触 所以让我在这个祷告方面 有能很大的祝福 再来讲到生年 以往在生年的这方面 也不太会生年 每到此日的时候 都会看看 弟兄姊妹有没有站起来 自己不太敢站起来 也经过这样的操练 也有很大的进步 感谢祖 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 都一定要 时间释放 都要能够参加壮年班的训练 因为是一年抵十年 因为壮年班的训练 老师会将他们所有的都倾导出来 这是非常值得的 就像余杰玲弟兄讲 我们一生一定要有一次被祖踏过 这是值得的 这没责 像拉太初五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那林的果子就是爱信喜乐 恒惹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洁 那我当然要非常感谢 我授封召会的弟兄姊妹 为我跟我家的姐妹的代导 在背后的支持 不然我坦白讲 我不像前面两位学长这么刚强 我都快熬不下去了 每当我快熬不下去 我就赶快 我们有群组 侍奉群组 赶快我不行啦 要赶快代导 代导之后 林里就真的是刚强起来了 那这个有一些 在特别有一次 在导言被讲的过程当中 有一次就导言被讲到西伯来书二章 那里就说要临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 然后就借着什么苦难成全他们 我就想了半天怎么会借着苦难呢 怎么会苦难成全呢 我就圣灵就光照 第一个就让我想到一些 不是那个挤牙的破碎的事 譬如说我在外面 我以前是报社的社论的组笔 专栏的作家 我自己写了几十本的书 还不止只有在我们中华民国 还有别的国家的 那结果呢我的辅训 每周他会给我改 改这个改那个 主啊 我写一个字是好几块钱的字 他给我改来改去 主啊 那圣灵又光照我 光照我什么呢 茶叶蛋 你说茶叶蛋跟这有什么关系 那茶叶蛋要破了 里面有茶的香味才能进去 我这个挤啊 这里面有诡诈 那个不满不平啊 背叛 里面乱七八糟的 主就借了这样破碎 主的生命进来 我的挤了破碎 然后更新变化 感谢主 一方前辈 喜乐彼安 是来自寿风招惠 朱林翠珍 是我的第一招 他虽然走到后面了 我还是要钢墙壮胆 哈哈 彼得前书五章六节 所以你们要谦卑 福在神大人的手下 哎 如果不谦卑 就有大祸良 如果不谦卑 就没有办法 福在神大人的手下 那么不但肉丝恩典 而且后患无穷 所以我来到壮年班 主最主要要对付我的就是 天卑顺服 好 我跟淑姨姐妹很要好 她说今天第一次 看见我穿这个壮年班的制服 弟兄姐妹可知道 我们夏天穿这个制服很辛苦的 我在各样壮年班各样的事上 都有意见 对内务管理有意见 对时间安排有意见 对制服有意见 我的意见很多 但是主要我在壮年班就是学习 谦卑顺服 所以这一服就是一种约束 就是一种管制 就是一种对付 因为不顺服 不谦卑 你就没有办法 服在神大人的手下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切给神 因为他顾励你 顾励我们 我们在福音队之前两周 我们弟兄血压高到一百九十几 那对寿风招会就打SOS 那我就对主打SOS 感谢主我学行谦卑顺服 佛在主大人的手下 我们昨天早上五点起床就成心清静主 然后开始服饰 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离开美方姐妹的家 感谢主为主结了一个果子 感谢在美主 我们看见主大人的手 也为他顾励我们 阿们 感谢主我实在就是很感谢神的怜悯 因为我在参加壮年班之前 我的时间很少花在祷告上 所以我在这个训练中最摸着我的就是祷告 那我的主题就是祷告使我与主是一 也赎回我的光一 因为在训练之前 我常常把时间花在我个人的娱乐上 然后也祷告的话 也只是就是为着我个人的一些福利平安 还有我自己的事情在祷告 那我都没有问过主他的意见是什么 那后来就是借着去祷告 去祷告训练的时候呢 然后有一句主的话 就是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 他说你们若住在主里面 也让主的话 祷告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句话就摸到我就觉得说 一个讨主喜悦的祷告 是在他面前算得数的祷告 就是我们住在主的里面 然后也让主的话住在里面成就的 然后于是我就在某一天在那个五间祷告 他有二十分钟 我就在里面跟主有一个可慕 我就说主啊 我愿我的祷告是讨你喜悦的 你今天要我为谁祷告 要为什么事情祷告 那主就给我一个感觉说 要为赵会人数加天有祷告 那我里面就有负担 要传福音给我的朋友 然后也有一负担就是有一位 久不聚会的圣徒 希望他回来聚会 我就为朋友跟这位圣徒祷告 那这样的经历呢 就让我住在主的里面 然后也感受到主的话住在我里面 我就觉得说 这真的我里面有一种喜乐的感觉 这喜乐感觉是来自于主的 就是我摸到了主的心意 那借着这样的祷告呢 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朋友 他原本是拒绝我传福音的 但就很奇妙 我这样祷告之后跟他传福音 他愿意听了 甚至也跟着呼求主名了 也说愿意受敬了 主啊还有那一位 久不聚会的圣徒也回来了 阿们 就跟主说 主啊愿我以后每一次的祷告 真的都是进到你的里面 也让你的话住在我的里面 然后愿我的祷告都是求你的旨意来成就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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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